8月6号清晨6点40分 立委林佩祥和助理亲自从中正区调和街 优活台北村社区站上车 搭乘向大都会客运公司争取到2088B路线 最新一个班次的客运 林佩祥强调 如果这个班次的搭乘状况好的话 将继续再争取加开一个班次 今天佩祥很高兴能够顺利成功的 把2088B在6点40分之后争议班 那主要能够征班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还事与异作 还有办公室黄秘书长期在深澳坑附近的站点 跟我们庄子林里长和我们朱志伟里长 合作了解需求 所以今天我也在这边特别要感谢我们大都会 我们大都会的李总经理 还有我们活梁市长 能够愿意育成这个2088的征班 那佩祥今天早上6点40分 从始战开始去搭乘这个班车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15个人在女中战之前登上车 所以这一点就表示说2088B 这个增班的 这个增多增的班次 是一定会受到我们私女朋友们 没有我们欢迎的 倘若未来这6点40分的班次能够客满的话 会想即将会去协调再增一班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尤其在深澳坑地区的居民 能够顺利准时方便的搭上车 然后让他们早点能够顺利上班 也早点能够回家 感谢我们这个林佩祥委员 那这个我们从这个2088B线 深澳坑线从无到有 然后从有呢 现在一步一脚印的 让它变得更好 那我们感谢委员 那今天呢就能够再增加这个班次 这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刚刚我们这个大都会的李总经理呢 也有讲说 如果说客满的话还会再加 这个听到的话就真的很开心 那一经接受到庄婉林里长的通知 那我也是一早就会去调查说 我们车班足不足够 人员足不足够 那经过调查的确是需要增班 那也立刻请佩祥委员这边做协助 才有今天能够有2088B6点40分的增班 也很感谢市长的帮忙 做这边的协助 随后立委林佩祥也和市长谢国良 以及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和市议员何淑平 以及大都会客运公司等人 在基隆女中站会合 向搭乘2088B路线的通勤族宣布这项好消息 林佩祥也感谢市长谢国良 和市政府交通处的大力帮忙 让这个班次可以顺利加开 方便通勤族 2088B征班 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